中美两国学前教育 在孩子兴趣培养、习惯培养等方面 内容基本相同 但是过程和结果迥异 美国学前教育 在感官刺激方面 通过互动游戏 多彩的颜色 配合逼真生效 给予孩子试、听觉、刺激 整体性比较好 在感同训练方面 通过互动游戏 趣味性更足 锻炼孩子的身体协调性 全身运动 在团队意识方面 通过团队完成游戏 分享团队的快乐 建立自然而然的信任感 培养团队意识更有效 在兴趣培养方面 学与玩相结合 提升孩子学习的兴趣点 过程更快乐 在兴趣培养学习的兴趣 在兴趣培养 保持孩子的兴趣 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教育的知识 兴趣的互动游戏几百款 通过肢体动作与投影画面 愉快互动 从而刺激感官 运动肢体 开发孩子潜能 启发兴趣 广泛应用于欧美多国的 学前教育机构 在国内一些比较高端的幼儿园 儿童中心 目前开始在应用 如沈阳江尔贝口腔儿童区 博山新华商场儿童中心 南京儿童餐厅 常州开心幼儿园 上海七彩虹幼校中心 上海海底捞就餐儿童区等 我家孩子平时比较爱玩 对幼儿园比较抵触 但是有了魔幻地面之后 经常回来和我分享他的小成就 自从我们幼角中心 安装魔幻地面之后 在互动课堂上 孩子们都积极地边玩边学习 并且学习效力特别高 自从魔幻地面来到我们学校以后 我们这边的小朋友非常的喜欢 每次下课 下完课以后 就急忙忙地来到我们的一楼 来和这里面的小鱼小虫 来做一些互动 我们海底捞一直是比较注重顾客体验的 然后的话 上海大区前期选择了30家门店 然后进行装备游乐园 很高兴与魔幻地面进行合作 装备了那么好玩的设备 上海豪派科技公司 从美国引进的这套高科技产品 我觉得很好 能促进和开发小朋友的治理 能促进身体的全面发展 MagicBoard helps children learn by having fun After using MagicBoard children are able to develop their physical abilities judgment, leadership and focus 科技新教是我们公司的理念 目前我们的研发团队还在不断地丰富更新软件内容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国家在智能教育这一领域 不仅仅于国际接轨 而且领先于世界 为全球的小朋友带来更愉快的童年 最喜欢玩带有鱼的游戏 还喜欢小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个游戏真好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